截至11月26日,包括中农公届四大行在内的主要商业银行,均已宣布设立理财子公司。 据中国金星报,四大行合集出资不超过530亿元, 找商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广发银行、扑发银行等15家商业银行合集最高出资来1140亿。 理财子公司是银行理财一个新的玩法,早在9月18日, 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就提到, 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理财业务后,允许子公司发行的公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间接投资股票。 在10月19日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当中重申了一点。 什么意思?银行业务分为两大块,一是表内,及息收存款, 发放贷款,这是银行传统业务。 另一个是表外,及银行理财,也就是银行带领客户理财的一种方式。 过去几年银行理财业务蓬勃发展, 理财规模从2012年的5.58万一增加到2016年末的33.64万亿。 银行理财集通过其庞大的资源,信誉优势带领客户理财,一般是股手类理财,原来的投资门槛是5万元。 现在降到了1万,银行资管部门将数亿万计则资金投资到战券, 或其他金融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当中券商,信托,保险,及金字公司。 4.原来的银行理财业务存在极大缺陷,门槛比较高,最低5万起头,不适合普通老百姓的闲钱理财。 2.银行理财资金不能进入股市,只能通过银行委案或者股票配资的方式间接入市。 3.银行理财普遍存在刚性兑付,及承诺给客户保底,一旦投资出现风险,坏的情况将出发生连锁反应。 4.银行理财的管理比较混乱,在今年资产新规出台之前,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管,更像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孩子。 今年下半年开始,银行理财业务发生很大的变化,商业银行理财则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银行理财公开募集的资金可以直接投资于股市。 同时相比之前,一万元的门槛,这次的新规将理财子公司销售门槛降到零。 这意味着银行间接获得公募基金的牌照,通过公开募集资金,然后投资于股市的资产,有如下影响。 一、对现有的公募基金是一大利空,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众所周知,在银行的认知度和信誉度方面,银行肯定更具有优势。 而原来银行理财资金进入股市的方式,先购买公募基金的产品,然后公募基金将资金投资于股市等。 二、增加了银行理财资金入市的便捷性,为股市带来增量资金。 银行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墨银行非宝贩理财产品,约额为21万亿元,七月墨为21.97万亿元,八月墨为22.32万亿元。 三、改善市场上的投资者结构,现在A股市场上交易,这绝大多数都是散户。 银行理财资公司的成立,因为这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实力越来越壮大。 散户的资金交给了更加专业的投资者,不过必须得承认,理财子公司短期内虽然给资金入市打开了一扇门, 但是并不见得就有大笔的资金入市,原因在于绝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都是固收,客户都是稳健型投资者。 股市虽然收益高,但风险也大,银行未必愿意能够承受到了这样的风险。 其次,相比公募基金等传统专业投资者而言,银行投资方面的人员经验都比较欠缺, 过往的投资方式主要是通过委员等方式借助其他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入市。 现在路市修好了,能不能走,敢不敢是一大问题,因此短期来说对股市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果你觉得文章很棒,对你有帮助,可以关注作者的小白独裁经, ID,照背着改成订阅更多的优质推文。 我们不追求高大上,只有普通老百姓都听得懂的大白话。 让你学财经,懂理财,跟着小白独裁经,财经从此。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